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三五不时的传一些简讯或是影片来下指导旗 其实参与选举投票是非常宝贵而且重要的事情 这真代表你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你对这个国家的爱 可是如果因为选举而造成彼此的这个毁谤攻击甚至分裂 那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事实上选举其实就是透过选票表达人民的心声 所以其实最宝贵的事情应该是透过选举 能够来聆听来认识来了解我们周围的人和这个国家所关心的事情 很重要我们要表达我们所关心的 但是我觉得同等重要的是透过这个过程我们能够听到别人的想法 最要不得的呢 就是我们一想到别人跟我们支持的政党人选不一样 我们直接想说你你你头脑有问题啊 你你是你是笨蛋吗 而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会让别人感觉 好像你你觉得他没有做充足的功课 甚至好像你在说他不爱这个国家 难道大家没有真的是尽所能的做充足的功课吗 更难道大家不是正因为深爱这个土地才来投票吗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选举过程 一方面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声音被听到 我们理想的人选被选上 但是呢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聆听的能力来认识彼此 这样子才能够在选举过程当中不但不会分裂 而且更能够同心合意的预备 未来怎么样一起来发展 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会选择投这个政党 或者你为什么会决定不去支持那个人 不要马上跳入一个结论 就来问吧 然后我相信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沟通 而这可能听起来有点紧张 因为你听到你不太想听的 但这就是一个一起来冒险 携手向前的旅途的开始 我相信不论最后是谁当选成为总统 当人民能够同心合意向前 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更相信不只是我们深爱美国 上帝也深爱美国 而上帝更是那历史的撰写者 当我们尽我们所能的 来用我们的方式来爱这个国家 为这个国家来祷告 结果就让上帝来带领吧 而最重要的 选举是一时 关系却是一辈子的事情 唯有同心向前 才有可能会有幸福的未来 Well 也许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但至少 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聆听 沟通的彼此认识的过程 而这个选举 就是所有人都是赢家了 Love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 We will know Who is the next president